VG的觀眾大家好,極速開箱就要開這個XBOX ONE的Elite鍵 其實這個Elite鍵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在GameCyphic的新聞都剛剛說了一段時間 其實最主要是這隻手席因為太貴了 因為要$1049,所以我特地借拍來試試 加上其實XBOX ONE的手席是可以支援PC的 所以就看看會有什麼新的元素 好,馬上看一看 為什麼這隻手席這麼久還沒開箱呢? 其實是很搞笑的一件事 本來我是想借這個手席回來做一個開箱 結果他真的借了手席給我 裡面的部分全部都沒有 所以就等於Microsoft那邊再給我一個圓盒套 讓我才可以做一個開箱 事不宜遲,看看吧 盒子比較特別,一個盒中的盒子設計 裡面會有一個保護盒,包住手席和配件 下面還有一點點東西 還有一條Micro USB線的盒子 比普通版的,PC版的設計會比較好 它是一個網直線 長度應該是約1.8米以上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盒子裡面裝著一些菜單 可能看看吧 有些日文、英文的介紹 打開這個保護盒,看看裡面有什麼 其實裡面會裝著手席和所有配件 方便大家帶出去的時候去換零件 當我心想應該沒什麼可能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手席 其實跟Xbox One原本的手席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它的重量是比較重的 因為裡面是比較多的零件 因為沒有記錯,手席這個位置會有一個震動器 還有這次手席的手席位 這個位置會用橡膠的一些幕紋設計 沒有拿過Xbox One的 另外這裡會有四個模組的按鈕 可以裝上鐵片 鐵片就在這裡 其實相當容易,可能會教大家 也不用教,可能一按下去就知道了 其實它的位置是磁吸式的設計 只要你順著它的口,它已經黏住了 另外這邊一樣,也是黏住了 可以方便大家不同的玩法 可以轉換手席,是裝還是不裝 另外,中間這個部分也是放兩顆2A電 有好有不好的 好處就是,如果手席沒有電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換電 但不好處就是,會比較重一點 之後再說一下按鈕表面的一些功能 其實這兩個鈕和十字枝都可以拔出來更換 也是用了磁吸式的設計 所以是很方便去做一個切換 這次XBOX1提供了幾種不同的按鈕 有一種圓鈕型的,就像這個 另外會有一個長一點和短一點的粒型的鈕 設計應該方便一些手比較短的玩家 可以用一個短的鈕鍵來操控 十字枝方面,有一個傳統的十字枝和一個弧形的十字枝 其實弧形的十字枝整體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次的手掣上大家會看到 它是一個16角的控制 如果用這個弧形的設計 就會比較方便做一個轉動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現在左手這邊的就是賣家的版本 而右手邊的就是英國鋪圖題的版本 大家看看究竟有什麼特別 因為我剛才發現有一個很搞笑的 就是它後面的手掣位 會有兩個不同的設定 大家會看到左邊的一個是格格的線條 而旁邊的右邊這個 就會有一條線和點點點的 大家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可以看一看就可以看到 首先這邊這個 當它半觸發的時候 它是啪啪的聲音 但是這個半觸發的時候 有什麼聲音呢? 是沒有聲音的 整體來說 如果外面賣家是這個版本的話 整體來說 觸發或者按鍵的感覺 會比較硬一點 就沒有這個好像以前Explone 可以看到一個軟軟軟軟的感覺 而這個按鍵就會比較特別 它用回新手掣的設計 會有一個獨立的3.5mm手掣 這個可以直接安裝一些 現在適用的遊戲耳機 可以插進去 可能會有聲音和咪的功能 另外這個手掣當然是用回以前的配件 例如鍵盤或者咪的控制器 最後要講一講 中間部分的1、2號按鍵 其實是什麼呢? 有一個Save Plan Profile的功能 一般來說 只要大家用Windows 10 或者Xbox One的配件設定 大家可以修改所有的設定 例如X根本就不是X 可能是RT或者LT的功能 所以如果大家用了Profile之後 就可以快速召喚你想要的設定 例如說你的設定是 用槍機的時候 就立刻轉去2 即時把所有手掣的設定都改變了 當你PROfile的時候 設定就會還原作 可能是Defoort 適合一些動作遊戲 或者賽車遊戲的設定 好了,我手掣介紹完了 可能先給大家一個感想吧 這是舊掣來的 這是新掣來的 剛剛提到的 它的LTRT掣的感覺 新掣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因為始終它的韜韜聲的感覺 要實在一點 比這個Xbox One的原始掣 相對來說是好的 這個應該是玩家都比較buy的設定 另外後面這四個掣 因為它的設定是可以讓你模組化的 所以可能打GTA的時候 以前開著開槍會比較困難 但現在會比較方便 始終這些掣可以幫助你做射擊 不過有一個不好處就是 大家要習慣一下掣的掣位 正常來說 一般人應該會這樣掣著掣 但剛剛掣的位置會比較突出 所以如果不習慣的話 應該會經常按到這些掣 另外一個比較bar就是這個十字掣 這個十字掣是用剛才說的十六項設定 因為有些遊戲的十字掣是比較重要的 可能要減槍或者移動的時候 要透過這個十字掣去做一個動作 情況下 因為八項的時候 當你要去到指定的位置或角度的時候 就會做得不太精準 但在16項的時候 鋪排聲就會比較密 所以令到操控會比較方便 另外可能要坦坦的地方 就是它的掣的重量是比較重的 第一件事就是它用了2A的電池 令到它比較難操控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它裡面會有兩邊 各自有兩個震動器的關係 亦是令到手是偏重的 當然可能在大家的遊戲體驗上會比較好 但因為我本身不是比較喜歡震動的關係 這也是我覺得是一個缺點 另外Service方面也是我比較喜歡的地方 因為它的表面是類似防脈膠的感覺 另外它後面有橡膠的手把 也會令到操控性上會比較舒服 整體來說 手掣方面 因為這隻手掣這次賣到$1049的關係 其實它的價錢已經是差不多兩隻半 兩隻半的Xpone手掣的價錢 一般來說普通玩家都很難接受到這個價錢 但如果以它整體的功能性來說是吸引的 假如它可以跌到$899的價錢 甚至用以前的手掣加錢更換這個按鈕 我覺得是比較吸引的 這次的介紹我覺得差不多了 看看有什麼下次再介紹吧 就這樣,拜拜